最近台東大學學生餐廳 餐台上擺著熱騰騰的炸薯條跟炸丸子 感覺很有食慾 但有學生控訴 吃自助餐吃出一肚子活 學生上網投訴 一隻雞腿四樣配菜加白飯要一百八十元 四樣配菜加白飯要一百六十元 沒白飯只加三樣配菜也要一百零五元 貴就算了 竟然還有這種沒煮熟的帶血雞腿 超級反胃 老闆還逢人哭喊物價貴 學生氣家怒嗆 乾脆不要開好了 網友看到留言後紛紛回應 信義區跟101怎麼搬到台東了 太扯不如訂便當 因為我們都是天文 他就看一看 看一看然後就算了 都是窮學生 之前去好像就是 只到白飯是十塊 然後基本上都不清楚 學生多半表示自助餐感覺很貴 對定價也不太清楚 業者出面回應表示自己是第一次經營自助餐 現在已經改為秤重計價 一百公克是十四到十五塊 基本上是十二塊到十八塊中間 因為菜都不一樣 我每天都會依最低跟最高 做一個中間值的衡量 業者說有像吃到血雞腿的學生致歉 全額退費 另外每天也回饋學生晚上七點後 都是五十塊錢吃到飽 對於學生的批評 他屈心接受 對此台東大學回應 業者以承諾針對問題改善 校方也會持續把關 不過學生餐廳應該是經濟又實惠 結果卻是價格好貴 記者潘正弦李宗澤 台東採訪報導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碼 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